大家好,今天是8月27日星期二 每个星期二都有严正声明提醒大家 那些骗徒仍然在活跃着 利用一些人的头像来做骗神骗鬼的东西 有疑问请拜1822 今天是日升日跌,亦已经预算了 所以今天的版派升比较少 升一较多的版派是零售、银行、汽车、食油、天然气、食物和饮品 银行是继续会升是很必然的东西 内银股是继续可以向好 汽车在下午后死了火,自然便可以回升 石油和天然气是因为地缘政治影响 有些人说我现在不输出石油了 一些橙油国家说我完全不输出石油 所以就升了上去 当然,美国的减息也刺激了石油方面 这边是上升的 油价上升的 这个是昨天前日已经出现过的 我们看看各个版块方面 零售方面 都是很不影响大局的 银行方面 我们看到很多小银行表现比较好 因为很多小银行在国内将会遭遇合并的问题 汽车方面 大家看到有比较好的游升势 再其次,石油的天然气不用下降 正如已经提及了 再其次,食物及原料方面 很多都对大市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很多都不是成份股 除了两只 华云、统一等等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个是板块方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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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回板块方面 板块方面真的升得不多 大的板块很多都是跌的 很多小的位置就要上升 大市之后 看大市的表现 大市跌下来 不跌下来 不跌下来 就继续上升 所以小银行仍然可以 现在最主要是 希望明天可以升穿 保利加通道顶 那就好了 冬道顶是179 所以现在就希望 回调之后 希望没有反弹 阻力起179 这里 升穿179 那就比较好 再其次 下面支持 就是去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看看 今天可以有些什么 去想想 今天第一次去想的 就是中石油 因为这个地缘政治影响